Jerry在DS5游戏机上玩Ren of Duty 和往常一样,Jerry得了一个分数并开始等待下一轮 在输掉比赛的挫败感中,他开始在及时聊天和麦克风中向User9868发难 Jerry发出他能想到的所有刻薄和商人的话,他觉得这很好玩 第二天,Jerry的好朋友没有来学校 班上有传言说,DS5游戏机上的User9868就是Jerry的这位朋友 学校召集全体师生参加集会 校长迎接了大家,并解释说,我们必须严肃看待网络仇恨 它正影响着我们的社区 校长说,有一位学生就是因为网络仇恨才没能来上学 校长讲解了青少年会因为发送仇恨信息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校长还展示了关于青少年遭受仇恨攻击的新闻 还有它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校长还展示了仇恨金字塔,并进一步解释说 尽管不是每一个有偏见的态度或行为都会导致种族灭绝 但是种族灭绝会发生在一个接受了金字塔底层所描述的态度和行为的系统性压迫中 校长鼓励大家挑战自我、他人和机构中存在的有偏见的态度和行为 以打断偏见的升级并使仇恨更难蔓延 Jerry意识到了他的所作所为 并向他的朋友道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